觀眾先從二樓開始,直接上二樓,再下來 好 來,二樓上了多少 上樓梯要小心喔 日本的四大特色,裡面從看多了一樓,都沒有吃到那一樓 當你吃了以後,日本可能沒想到他們螞蟻獎兵厲害 重新來過,重新來過,以這個石頭,鋼金水泥為主,你看得怎麼樣 以這個為主,就不容易,然後把他定高,就是防止這個石器 所以不再想把他擺一樓 但這建築用了一百多年,到了民國九十四年 九十一年到九十四年,九十一年就是公元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阿力總統認為,因為他有四年的時間,從九十一年到九十一年 將近五年以太立樓,然後整頓的這個,給他重新的維持整修 盡可能會不會太延長,就光整修得好掉,將近五億 所以這個價值是非常高的 一號,這個地質料金,那麼在凱道這個地方呢,都是所謂國外特區 沒有住家,沒有商店,一號,二號,一號,二號,沒號,其他沒有三號 希臘羅馬式的一個噴泉,在歐洲很多城市都有,做了並沒辦法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來講,日本嘛,就需要所謂的 這個民治維新,要學習歐洲的東西,就找到這個 在那個時候來講,其實是很新的東西,就是有這種噴泉 這邊有個國旗就是,我叫不穆泉,那邊就是,那邊就是三樓 五億的那一塊算算,三樓 這個叫已經養一盤,這個叫兩種的養一盤 日本的這個太子叫義娥皇太子,就後來,這後天啊 他們民國十二年,四月十六號到十二十八號 十二天前到台灣來訪,我們來市場 那很多地方啊,台灣總督府很緊張,就到處給他 什麼太子宮,太子宮,太子宮,在北投,楊明山,在這個金瓜群的那邊 對,都有,聽到說,都沒辦法,有考證,都沒住 青銅也有一個,青銅,那個平地下,去站青銅也有一個 但是,就為他準備的,安全的理由,一個就是讓他選吧 對啊,讓他騎這裡 這個都選的是,就是二樓這個角度 有一個,你們待會兒可以上去看,有一個叫做主臥室 那為什麼,我講說你們待會兒可以去看 是因為,現在新的規定 我看這樣子,很多人這樣一直參觀,這麼多年啊 就讓他有一點小力的感覺 所以他有一個,總量管制 就,以前像我這邊,在導覽史記裡 一開始我們就可以帶著大家上去二樓 其實二樓非常精彩 我等一下很簡單口述 不上去可惜,我們就帶上去 後來覺得這樣承受不了 所以這總量管制就是說 二樓樓梯口這裡的時候,往左邊上去 就自由參觀 就不能整批上去 所以這個,樓梯口就有人在數人數 在按這個 有人下來才有人上去 他有一個維持,比如說 制設人家的感覺 使這樣,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這規定是不能帶大家上去導覽 這有點可惜 我建議大家,等一下 以上